今天的先發五人名單 在海神隊這邊 BREAKMAN 余幻雅 余淳安 呼籠帽以及波漢能 而在獵鷹隊這邊 則有李漢森 堅偉如 陳靜環 阿修羅以及布拉來擔任先發 讓他直接進入到一個 這個作戰狀態 謝謝 特別阿修羅先行拿到了 這場比賽的分數 阿修羅僅有在第二場比賽的時候 沒有拿到20分以上 其他三場都有 外圍的三分球 這個要前面再高調給布拉 布拉藍底下打進兩分 BREAKMAN 迅速的往前盾 要來1對1 這一球被蓋掉 布隆帽 發球線附近 MISS MATCH的 離小打大的一個進攻模式 這一球給得漂亮 BREAKMAN 已經跟他打手的上籃 這個是 真的是小蝦米 避抗大驚蝦 是 再回來 BREAKMAN 繞了一圈 反身過來之後就是投籃技 來全隊的進攻交給到前面 BREAKMAN 上來競算 AD1 布隆帽給到藍底下 球子瑄轉身就是擦板得分 開始高調給布拉 打爆了 終於是比較穩定的 就看這場比賽的結果了 整絕 上一戰他就是意境突擊得了17分 是 進攻籃板 布拉要傳球的時候發生了失誤 離小 不小心的三分球去 各位喔 是 關球要上去 可是裁判的哨音 認為是一個goatting 凱旋隊確實是有這樣子所使用 那當時拿到勝利 外圍的三分球來了 三分球反倒是熄火的 只有在開賽的時候 有投進 高調給到波汗男 看底下時間差攻擊有了 吳浩維加 迅速的突破接入 包羅技 勉為其難的 是把抬鋼獵鷹的一個比數 是只有拉開得到10分之差 高雄海神28比18 來暫時領先獵鷹隊 要來進入到第二集